選了第四場七號的奇妙連環 波仔選第五場的銀黃輕鏢 馬燒燒就選了第六場 八號的好勁力 另外就選了第九場 另外一批的心想就是 九號的陸續無限 堅仔賽馬App 雙年費 免息分期 大特加 每月只需要208元 真是好划好便宜 快點打給我們 5536-1016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堅仔冷碼精選 又是我們這個波馬二人組 又是好拍檔波仔和小弟馬燒燒 昨天這個賽果都暴懶暴熱 我們是不是有個遊戲 有沒有人已經帶了出來 甚至乎贏了 贏就未至於 因為看這次最後的回合 首先要恭喜 艷威師兄 因為他選了有財有勢 加上想見你 這個連贏位是219元 暫時就在榜上領先 那來到下一次賽日 就是這個全民選冷碼的最後一個機會 就是最後一個賽日 第二季的最後一個賽日 是的 沒錯 剛剛帶頭的就是這個 艷威師兄 就是219元 接下來呢 記得在我們這條影片那裏留言 選擇 接下來11號的任何一場賽事 選擇三隻馬 如果包辦到連贏位的話呢 而又超過這個219元的賠率呢 這樣就有機會勝出這個賽事的了 是的 那如果呢 就是前幾個回合 我們就說了 如果你選擇了過百倍的 就直接去贏出比賽嘛 那這次呢 就簡單一點了 誰是最高派賽的 那就是可以贏出 是的 那當然是越懶越好 但是最重要是要中 是的 是的 記得了 留言完之後呢 就要capital whatsapp回到55361016 參賽資格才會被確認的 在第一場開發之前呢 就好whatsapp過來啦 因為如果過了第一場之後呢 所有的參賽都不計算的了 沒錯 那就1點鐘 那獎品呢就在下方裡面了 有可以免費使用肩制一個月啦 是所有的工人都可以開放給大家的 另外呢 有其他獎品 那就不一一場盡地解答了 大家呢 可以按停畫面呢 看到最底的行就有其他禮物的啦 那希望呢大家可以踴躍地參與了 那事不宜遲呢 說完呢 遊戲之後呢 要兼顧昨晚的賽事啦 喂 是呀 那我們下一節再跟大家講一講這個跟進碼 好啊 回來第二個環節呢 又來到阿波哥你主打的跟進碼環節啦 你這個跟進碼排頭 好像已經是貼了你的名字那樣的了 這三個字 多謝你的讚賞先啦 那大家呢 一起去做一下溫滑之身啦 看看昨晚的賽事的功課啦 似乎呢 剛才我們開咪咪前呢 都有說過昨晚的菊草夜賽 就不是說太過側上一邊啦 是啊 都視乎步速啦 那如果譬如有些胚繩比較 這場是比較快點的 但是可能 可能是頭牆啦 是呀 頭牆啦 是呀 頭牆啦 谷草的頭牆啦 可能那些地是未被人踩爛啦 但是都是視乎步速的形勢的 我覺得是 是啊 亦都有放頭的 好像剛才拉德加西啊 去到中後段牆前 壓了地之後呢 比賴賴在後 也是可以放到底的 那麼釘出三碟的馬呢 中距離呢 可能會比較多一點的 贏科超影啊 又或者威武勇區啊 他們一內一外都可以蓋上來的 那麼其實現在大多數呢 一些的谷草賽事啦 短途呢 都提前照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中距離呢 很多時候呢 都可以蓋下的了 而這次呢 我選了一個跟進馬呢 就是在第七場的時間啦 這場馬呢 那個的步速呢 你看到頭的頂呢 都是逐步加快 只不過第一段呢 是慢一點而已 去到第二段呢 22.67 第三段呢 23.92 是逐漸加快的 那麼我相信呢 你都應該可能猜到 這場我選的是什麼跟進馬 這場 這隻都不是你跟進馬的 這隻你都已經是買了的馬 是啊 那就看看吧 選了那隻呢 就是 就是啊 現在在三疊走的 落單啦 標指量子 對啦 八臂梁 八帽那隻 就是標指量子 剛剛也說到 這個步速是偏快的 所以呢 對於走三疊的馬 其實都挺吃力的 而且標指量子是還沒開氣的 在這場馬裡面來計算 前面是飛翔布 再傳明 首到在來其實都挺厲害的 就是二疊望空 不過 我始終都是覺得標指量子 即是首到再來都叫做跪了 熱了身 上次下飛 我覺得呢 全程走歐沙尼雞 標指量子的一場都 太過用力了 那麼 五盤子的馬 不怕麥跑 還有有時候呢 可能快步速的場合呢 會對於一些馬匹的狀態 有幫助提升狀態 即是由散了一課 即是快閘 回來就沒有斷鴉 八臂梁就在後面那些常兵常用 是省掉了 慢慢移出去才追過了他 你看看他沿途在五六位裡面 馬爾代夫在裡面省了才上到來 你這隻標指量子 其實上季跑完第一二場近了 他都說有想著是想爭分跑打比的 是的 只不過北半球的馬就有時的進度 就沒有輪到你去講 是的 那麼今季呢 都試齊閘來才能跑這場的 現在的表現都不差 下一場都自然是要跟進了 希望田雞誠繼續可以拿到這匹馬的稅拳 那這場馬在馬名裡面 如果你有自己的跟進馬都可以試一下 我用標指量子做例子 在爛中位裡面打開 在走位裡面 他是快步速的受害者 雖然說快步速不是你追 但是他一路是三疊 還有一個位置要剔下 整體制約是很差的 一路走外疊 那麼考氣量、櫃內、初出等等 都是筆利的條件於一身 那麼假設你做了另外你自己的筆記 開出賽提升有什麼用呢 儲存回去先 因為下次筆馬出賽的時間 那個馬名的紅色 不是熱門 但是你還要下筆記的馬筆 其他馬逐隻按不同的理據 你都可以做下來 那就方便 大概不用抄抄寫寫 簡直可以任你去發揮 嗯 那麼五彭治的馬近期都挺火熱 就是剛剛這個賽日也爆了兩隻的 一隻是雲萊勇士 另一隻就是勒德駕駛 都是一些 那些馬是交得到 但是有時候你說是容易足 因為他就經常轉路程 是啊 他都不斷在扭露飲 是啊 場地路程不都轉 是啊 所以都要有一些幻想空間 有時候對待五彭治馬 不過他真的能夠交給你的 就算有些FF也好 那他真的變得到新的那一刻 就是他的功力 這一個月裏面 他都立了九彭治馬 現在練馬是榜 領先第二位 審集成兩場 看看有沒有機會 笑到最後 雖然都言之過早 但是如果有些新加入的對手 我想都會挺好看 是 沒錯 好 至於雙十一 11月11日的賽事 跑星期六 有什麼心水 有沒有什麼新加入的對手 一會兒跟大家分曉 好了 回到第三節的時間 看看接下來星期六 江棍節賽馬日 看看我們這些直佬的直佬 好 看看有什麼心水介紹給大家 小管子你先 是啊 一來就先弄一場長途 第四場 四班跑二千的 這隻健康馬已經是退出了 說這麼快就 是的 那我呢 雖然健康馬退出了 但是這一組 經常又是 喂 又是一些 熟口熟臉的那些 巴基茲有彈球快活 龍船快 這些三隻的前置馬 如果龍船快懂得說話的話 又是你 巴基茲有彈球快活 是的 那有隻奇妙連華 上一場其實是 雖然你說表面看跑第四 好像都是不過不失而已 沒有特別而已 但是對於這隻 千二磅的肉身馬來說 第一個跑到第四 我覺得不太差 似乎偉達都是這樣認為 所以跑完上一場之後 馬上傳他回重化 給他一些壓力 他上一次賽前 到最後試完閘 先下草地 之前其實都是在大圈裡做過快跳 但是上一場跑完之後 第一課 復課快跳就已經下草地了 跳了三課草地之後 再弄一個千六閘 然後兩課草地 他都是跳三段 尤其是到最後那課的草地 跳三段 是開到一分十八個九 這個時間 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真的在神操來講 是一個相當快的時間 就是生他 是的 吹菊他 不疼他 一分十八個九 大家都可以滾一下 這隻馬我已經滾了 是他歷來跳的最快三段的時間 是他游泳最快的時間 跑步那些 是跟他打錶 這隻奇妙連華 這次我想都已經是劣手劣腳 就是跑這一場的二千 這隻也是一隻中段辯奏的馬 其實上季 用肩仔的功能 用三甲功能 看回他上一次 對上一次贏了的時候 都是跑二千米 也是排過十三檔 中段辯奏上來 是贏到一隻 在四班跑長途都很有class的九龍神區 這次都是十三檔 都不要緊 他早段就先縮後 然後到中段法力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前面 走掉其他對手 何銘年也是跑過這匹馬 這隻都是懶鬼 看來死質難質應該都是要靠他的那種 眼光 沒錯 還有這組也有一些 放頭馬 譬如老對手 龍船快 彈球快活 巴基之右 甚至乎這隻馬上發達 都是放在前面走 但是他應該是威脅不了大局的 但是可以搗亂你的那些部速 所以如果早段真的扯快了 到中段回氣的時候 然後這個奇妙蓮華 中段變咒上來 那就真的相當好跑 那這些中年也一定不會是熱門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合理的賠率 那就可以試一試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一檔又是流後 二檔又是流後 十三檔都是流後 博中段變咒的 但是一眼睛 我看了十三檔 就會先挾掉一些 更加冷門一點 是啊 那你就 然後到你了 這三T長次 是啊 我們都是博 這次三T有多寶 看看有沒有機會 產一些冷却進來 我選了第五場 三班千六米 看來這一組 就 真的有點 疑疑疑的感覺 每一隻都好像近期一般的 雖然有精準快車 是贏了馬 丁美麗剛剛在 賺奏杯賽的唱馬日裡面 進來了 但是其實他們都是一些 比較飄忽的馬匹 敢不敢捅你一下 就是了 精準快車前一局 田草真的被你捅了 重戴適合他的頭罩 怎知道就塞車 精準塞車那次就是 好了 說回這一場馬 除了大家的陣上的表現 比較飄忽之外 好像沒有什麼放途馬 丁美麗 我預計他這場千六米 有機會放在前面走 但是他不是正宗放途馬 可能會跟前一點 發財大師 精準快車 甚至隱形翅膀 都是一些較為追的馬匹 六頂級都可能會快 但是看回上一場 跟在中間位置都是不太追 似乎他有健康的味道 都回來了 好了 有這麼多引子的時間 我就選了二號碼的銀行鏢 這隻馬就是貴內初出 其實他在外地一出都已經贏了馬 相信也可能有些新鮮感幫助等等 再看他的跑的路程 一出馬上跑千路 接著第二次上二千一 表列賽輸完之後 再去這個二千米裡面 就贏了馬 大家如果下載了肩子 就可以在最右邊有一個P的按鈕 就可以按一下怎樣贏了一場馬 那我不在這裏給大家看了 給大家看的就是 他在香港試一貨 在報民跨城市的千六米集 如果大家看他外地贏了一場馬 就是這個放頭的 放在前面走的 我就在貴內銀行鏢 可以在這場裡面 有一個主動的跑法 好了 這一課集灰馬很容易認的 起步就稍稍不是最利落 但是他兩三個戰步 已經放在前面了 在他前面有一隻飛來勁 已經在谷草裡面上了名了 我特地看這課集 都是想給大家看的就是 報民試了一閘之後 就停賽了 一直都是等等等等 等到望穿秋水 他都沒有去度假 沒有去度假 很勤力 夾著你 潘頓你 拿了多少座期 這課集我覺得都很輕鬆 雖然後面那些馬不是特別聰明 但是起碼我覺得 咦 這一隻的折扣馬 都算是挺爽的 一些步 不是很立腳的了 簡直是這場馬 在報民的步速 有沒有機會控制了之後 會在這裡賺一些優勢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隻 銀行鏢放頭 看看會不會有些 簡直是偷計 這隻其實應該買回來 都想有些 四歲的系列 有些更加高的期望 還有來香港之前 都是由香港馬主擁有的 應該被人 被人 我不知道媽媽有沒有這麼說 被人騙的成份 應該是偏低一點的 起碼是自己的心頭號 拿過來 再說一件事 就是最後一個泥地集 1200米 不是很起眼 我覺得更加好 泰招青 就更加加肌 雖然這隻我想也不會特別懶惰 但是起碼 應該不會大意 大意可能是發財大師 或者剛剛 這隻跑得好一定未來 大家可以參考 長途馬士 短途集 你也 不需要太介紹 因為他在外地已經贏到2000了 那一場 好了 講起四五六場 講到興起3T 美軍 你也有隻冷碗 是啊 這隻就 未必是十分冷 但是我想這場大熱門 應該都是借一毫的大千氣象 放在報民上次 也都在外達賢得挺帥氣的 但是那場是藥組 是啊 因為我看到 這個三至六名 再出的名次都是倒退的 超級倒退 是啊 所以我覺得水準 就似乎是有些疑問了 加上這一場也都排著外檔 繼續 那個榜也都是加到135磅 似乎他都要有些進步才可以再贏到一場 所以不如我試一下另一隻都會有進步的馬 就是很勁力 其實呂建威上季有兩隻跑Griffin 就是跑新馬賽的馬 一隻是蟬盛輝王 另一隻是很勁力 他們都沒有去跑那些條件限制賽 譬如第一場那些 都致時挺高的 是啊 似乎他們都覺得 跑合適的路程 就算對著舊馬都有一切 那麼 那麼 閃爭輝王就不用說了 已經拿了兩輪上三班 很勁力 其實上一次也很勁力 因為10月22日 也是當日在第一場 同樣是 對不起第二場 電信龍區贏的那一場 都是條件限制賽 他也沒有選擇 加一個眼罩 跑這一場1400 那麼 頭段跟著步速 其實第二段算是稍稍偏快一點 快了四線左右 但是第三段按慢 其實這組馬的完成時間 是正常的水準 那麼跟著他後面 同一條跑線的時時稱心 其實是沒有逼迫到他 那麼大家也可以一起看回這條片 好勁力的就是 紅衣仔 三檔 四號仔 三檔 那麼 出閘稍稍微慢了一點 但是他加完眼罩之後 其實很快就已經是 咬回到前面了 而那隻黑衣 這個馬王彩衣的時時稱心 已經是跟著很勁力的 那麼我為什麼經常說這隻時時稱心呢 因為時時稱心 剛剛上個星期再跑 都被蔡明紹一直在押著他 都如狼似虎 都包回一條Q 所以都是一個實力的指標 好了 一閃一閃 進來直路 那麼就 很勁力的 現在紅衣仔 已經是網空了 那麼你看看 拿著時時稱心來做一個指標 那麼 大家一網空再打落 是時時稱心 是收窄不到那個距離的 對嗎 贏那隻時尚歡欣 其實上季 山鄒歐都已經被揭穫了 所以現在可能呢 納入進度的 他都應該是比較潛質的 時尚歡欣 所以這一組賽事 我覺得會比起 大千氣象 很多大千 對 比起大千氣象那組 水準為高 所以這隻很勁力 三歲仔亦都 預期跑完一場之後 會再繼續進步 所以這隻很勁力 我覺得就會比較有可博之道 好 四五六場之後 接著到波仔 另一隻的心水 我就選了第九場 如果大家有跟開波仔 在不同渠道 甚至乎在堅仔的賽馬APP裡面 都說了好幾次這一場的賽職 我選了第九場九會的陸續無限 哪一個賽職呢 就是上過七八八總場次 朗朗乾坤和賢者無敵 都是這些部下 沒錯 就是靠他們玩玩吃 這場馬 其實你前前後看 朗朗乾坤就是一個反趨勢的入圍 當時想 未利寶區賢者無敵 金髮盛勢的這些錢資 是不是賺的 但是不是 他們都一而再交到表現 不是一而再 起碼之後可以提升到名詞 武林密碼 之後翻曲掌又贏 以戰得勝 昨天就上了三班 謀畢的同樣是美麗 中華萬里 所以我也描過一隻極速之子 這隻就可能稍微辭熟一些 好了 說回一隻就是陸續無限 這條片看了這麼多次 朗朗乾坤也看過 賢者無地也看過 不看了 但是我也是 如果相對地 我也是更加會清高後上的馬匹 即是朗朗乾坤 和陸續無限 而陸續無限 在這場7-8-8 裡面 根本他在馬林裡面 就是 就是取緣的制圓 不是那麼好 他也是一樣去追 好了 排入這場 他初出7日1號那場之後 隔了15天再出 我也知道他是比較心急一點 因為他之前還是四歲 他有機會欠這個 就是自扣碼的獎金 但是欠不到 因為那一晚 薩波就有一點與戰 比較難追 朗朗乾坤追得厲害的 更加要調升他 那就贏了 但是這場的自強不息 雅基拉 都是拿到整個包裝八落 金戈儀 這組整體上 枕著都是不錯 吉隆 未留給他之前都能進來 好了 那麼 調色過之後 拿不到獎金之後 就不需要心急了 今季試了三火大集 開足氣了 剛剛在介紹有才有勢 在試集美馬的時間 都看完陸續無限 我覺得在備戰的情況之下 他已經足夠了 再看一看這次第九場 就似乎有些捕捉 連連有營 營造組裝 美麗第一 紅日社 知道詳食 這些都是 要放在前面走馬匹 我就當紅日社 金鋪不搶放了 他的耳堂應該當咬好歪 可能會逼到前面的馬匹 會給了一些捕捉 如果有正常捕捉的話 希望會對這隻陸續無限 會對追 所以我就選了這隻狗 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次用紅色深衫標示 都是繼續五盤字 看看可不可以延續他的往事 剛才輕輕帶過田泰安 保不保住這個黑標之亮子的稅拳 看看陸續無限今次又變成 不是一定說 我只是搞笑而已 希望他們繼續合作愉快 好了,長風深水 好,我選了第四場七號的奇妙連環 波仔選第五場二號的銀王輕標 好了,馬匹匹就選第六場 八號的好勁力 我選了第九場 另外一筆心水就是九號的陸續無限 好了,四筆心水跟大家聊過之後 很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這條短片 覺得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的靈感衝擊 可以不妨給個Like 另外,如果大家想看馬匹匹和波仔的問題 文字分析和想用這個堅仔 其他不同的功能 就記得要下載這個堅仔財買APP 對,如果你用平板電腦和手機 一樣可以去相對應的平台下載 電腦版很多觀眾都有問 其實你在家怎麼跑馬匹匹 就開著電腦 兩個網站一起 一邊打稿,一邊開堅仔來看 一樣可以下載得到 只要上回我們公司的官網 KINBOY KINBOY.COM 一樣可以看得到 如果想訂閱我們的堅仔 又會怎樣呢 如果想訂閱堅仔的話 要用直線電話 5536-1016 另外記得要看我們的彩蛋 先好按這個交叉 彩蛋就是這個廣告 廣告 這裡有靚聲王 靚聲王 好了,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馬不停泊 記得跑星期路 上十一 上十一 下次就叫做正晨 在星期一頭一天的時間 再和大家堅仔 考試一下精選 再一起見 好,拜拜 拜拜 還有,肩料備給 還有今年新增的 AI人工智能分析提示 我肯定看完 就讓其他馬迷多資訊 跑起碼上來 當然會全面很多 用堅仔跑馬 還要不受地域限制 例如回大陸出差 又或者去外國旅行 走運全世界都隨時隨地用得到 只要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去到哪裏就跑到哪裏 還有一件最最最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們經常問 哪一隻在排隊 那一場又哪一隻有股額 用堅仔運數據 全部即時都找到 贏碼 說都沒那麼容易 每個月只需要208元 就包了這麼多東西 有興趣的 快點Whatsapp 或者打給我們 5536-1016 和同事聯絡 有興趣的